滚铁球可以说是法国的国球了 慢悠悠地经过各种小巷子 遇到零星的游客和当地的人 还有很多猫咪大摇大摆地经过 我们才是南法的主人 时间突然慢下来 很多人微笑着跟我们打招呼 他们的微笑就像这老城墙 温暖 朴素 真诚 千万不要多想 这只是一颗梨子 Sambal de Vance是一座艺术小城 在这里我们找得到油画 雕塑 立体美术 感受得到艺术带给我们的 惊喜 震撼和感动 不仅仅只有文字 舞蹈 歌剧才能够表达人类的情绪 一件静止的艺术品可以完美地锁住作者当时的心情 带动其他人的共鸣 挂完了小巷子 欣赏了艺术品 等待我们的还有场外的围墙 感觉好危险 这次是沙拉和披萨的拼盘 唯有美食和美景不可辜负 今天的第二站海滨小城 我们准备环海徒步 太热了 我们的徒步又猝不及防地取消了 现在回家 今天在院子里吃晚饭 今天我们不害怕蚊子 我们有设备 狂魔乱舞 祝大家晚安 或许明天再见